嗨,大家好,我是Rena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口语部分第二种题型 Repeat Sentence,复述句子,简称RS 这个题目是需要听音频的,同时考察了听力 你会听到一个句子,长度大概是3到9秒 然后你会听到一个提示音 听到这个声音后,马上开始复述句子 A renowned economist is slated to speak this evening at 8 这里给大家示范的是RS的满分作答,可以当作参考 在这个答题过程中,RS的小细节比较多,大家要注意陷阱 首先,每段录音只会播放一次,也只能作答一次,不能重复录音 句子音频放完,会空一秒,然后出现提示音 所以这个题目大约只有一秒的准备时间,非常考察反应力 提示音响了之后才能作答,不要抢拍 否则抢拍部分不算分 如果答在提示音前,麦克风还没有开启,电脑是不会录入答题的 RS也有三秒原则,提示音一小就要马上作答 允许的答题时间是15秒,但肯定不会用到这么久 标准语速的情况下,大约5秒内就答完了 答题完毕后要马上点Next,不要等进度条自然结束 否则可能会录入到旁边同学的答题,影响你的分数 RS的题量为10到12题,是整个PT考试中题量最大的部分 RS有交叉评分,它同时给口语和听力贡献分数 在听力中的占比比在口语当中更大 也就是说,RS对听力分数的影响其实比对口语更大 比如经常有同学找我分析成绩单,口语是八诈 听力总在73分左右徘徊 在确认它的听力体型本身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我给它的建议是,只要提高口语RS就可以了 尤其是RS当中内容的准确率 因为RS的托分更多会体现在听力上 经过这样的调整之后,很多同学短期内就发炸了 RS的评分有三条标准 回答要流利,吐字要清晰,准确附数研具 这三条需要同时满足,缺一不可 它们分别对应了流利度,发音和内容 这里要注意,看似内容分最少 但实际上,想要提高卷面成绩 内容分才是关键 内容决定了口语能上多少分 内容的比例也决定了给听力贡献多少分 内容的标准很苛刻,它包含了两个方面 一个是发音准确,读对了电脑才会认这个词 算入内容分,另一个是原句词汇说到了多少 这里注意,RS不是按照一词一分的算 而是按照正确词汇的比例来算 答对不同的比例会对应不同的面值分 这是RS内容评分图 注意,RS必须按照顺序作答 否则也算错,会扣分 RS内容错误包括换词,比如换成something 漏词,比如直接跳过不讲 加词,比如不小心多加了d,呃 都算错,都会扣分 三分为面值满分,要求原句内容复数百分之百 一字不差,并且按照顺序作答 要求非常的高,两分给原句内容复数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九十九 要按顺序作答 也就是说,即使只错了一个词,也拿不到满分 一分给内容说不到一半,但也按顺序作答 比如十个词复数三个词,就只能拿一分 最后零分给几乎没有说到原句内容 要注意,刚说的这些叫面值分 实际上,不同的内容比例给听力贡献的分值会不同 比如50%和80%,面值看来都是两分 但给听力加的分数却不一样 50%的RS内容,听力分数的上限大约在70分左右 而每题80%的RS内容,听力会达到79到90分 这里给大家一个RS内容比例标准 也就是容错率标准 巴扎同学要达到80%到百分百正确率 并且是10到12DRS,每题都要做到 听力才会得到8词标准的贡献分数 7词同学只要每道题达到一半内容 也就是50%即可 6词50分的同学,每题按顺序 达到30%到40%就可以了 所以对于低分段同学来说 RS的复习优先级别没有那么高 因为你们的要求也不高 接下来是RS的发音评分 首先要保证一条基础标准 说了就要对 也就是土字要清洗 这样电脑才会正确捕捉到你说的词 施暴、吞音和联读都不是必须的 最重要是原因饱满 重音准确 让电脑识别 最后是RS的流利度评分 RS不要求断句 但和R一样 要有一定的语速 平稳的节奏和流畅的连贯度 语速过半 卡壳、犹豫和长停顿都会被扣分 就算是道苏超市里面的 语速过半 可能会有很多 语速过半